如为医生特药专家郭辉 现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实际上应该来讲的话 血液粘稠 那么是咱们一般老百姓说的一句话 那么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通常是指的某个人血液粘质性增高 那么这种血液粘质性的增高 对某个个体来讲的话 那么预示着可能容易发生的血栓相关的疾病 血液粘质性的增高有很多因素可以引起 比如说像有些海拔比较高的高原地区 那么血红蛋白升高可能就会造成的血液粘质性的增加 那么对一般的青脑血管疾病高位的人群来讲的话 它的血液粘质度也会增加 而且就某一个个体来讲的话 随着年龄的升高 它的血液粘质性也会随之增加 包括可能血液某些成分的变化 比如说像血糖升高之后 血脂增加之后 那么血液的粘质性可能都比血脂升高的人来讲的话 粘质性相对来讲的话可能要更高一些 包括像有些人比如说饮水不足 血液浓缩的情况下 血液粘质性也会增高 那么对这样的一些人群来讲的话 那么血液粘质性增高产生的原因不同 那么在处理上可能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手段和干预的措施也是不一样的